這個Icebone的PC呢 已經確定是在1月發唷 所以呢這個PC版的朋友們 可以開始準備啦 各位 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蝦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我們今天呢 要來聊聊 關於這個 毒妖鳥 那毒妖鳥原本的名字叫 PokePoke 那有點類似那種 嘔吐的 就是吐東西的這種 發音有沒有 PokePoke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PokePoke呢 有了牙種 就是水屬性的 那我們姑且呢 先叫它這個 水妖鳥好了 好不好各位 那昨天呢 在這個影片當中啊 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水妖鳥和毒妖鳥 除了在屬性上不同以外呢 它的攻擊方式 也變得比較不一樣 那從這個影片當中呢 我們可以慢慢稍微 跟大家來分析 讓大家可以在這個 Icebone發售以前呢 先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水妖鳥的那個 一些特性吧 好的 那麼原本的毒妖鳥啊 它在跟你戰鬥的時候 它會透過這個 吃果實 而獲得一些 比較特別的能力喔 像比如說這個毒妖鳥 如果它去吃了 這個樹上的擴散果實 那麼它在吐毒的時候呢 這個毒會隨著 擴散果實而爆炸這樣子 那如果呢 它吃了類似這種 煙霧的 就是類似這種會 像我們時常會 利用這個 隱身的這種 就是 普攻櫻吧 那種煙霧的 這個煙霧的植物 叫什麼 我有點忘了 呃 沒有 然後如果吃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它接下來會使用的攻擊 就類似像是 土毒物啊 然後尾巴會有毒物 這樣噴出來 類似這樣子 那它都是透過 類似吃果實的方式 才可以拿到這些 不同的攻擊特性 那麼這個 水妖鳥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影片當中啊 我一看到的時候發現 它好像一開始就可以 呈現擁有 類似毒妖鳥 已經吃東西的這個狀況 那後來看到影片中間啊 我突然發現一個 很驚人的東西 它居然會吃 這個類似一個 很大片的植物 直接把頭伸進去 然後直接吃 然後吃的時候呢 它好像就可以 攝取那個水分 導致它的尾巴呢 可以存取大量的這個 水量 然後呢 用這個東西呢 來噴發這個水柱 有沒有 來攻擊獵人 所以我在想 這個水妖鳥 跟毒妖鳥 不同的地方呢 是在於說 它好像可以透過 這種 從植物啊 或者某一些地方 攝取水分 利用這個水分來進行攻擊 再就是它的攻擊 其實範圍也蠻大的 像這個水妖鳥 它的攻擊啊 它會做一個 原地的大概 由中心這樣子 掃一遍 再掃一遍的一個 比較大的 很少的 AOE攻擊 然後再來就是 嘴巴前面也會噴出一個水柱 像一般的毒妖鳥嘛 它會噴這個毒球 那這個水妖鳥 它是噴水球 然後被攻擊到的獵人呢 同樣也會有debuff 像毒妖鳥 它就是毒的debuff 那這個水呢 你被水噴到的話 呃這個debuff呢 就是會造成你的耐性 回復的非常的緩慢 所以勢必呢 我們如果在設立這隻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把這個 打消果實給帶上 最有趣的是啊 各位你看這個 有沒有 超酷的有沒有 他會像是我們那種 類似在那種 水上樂園啊 或者海灘有沒有 海邊那種啊 類似那種水上的娛樂設施有沒有 就人站在上面 然後下面那個水珠就會一直噴 然後人可以這樣子 飛來飛去的那種水槍有沒有 這個真的超酷的 真的oh my god 超有趣的 這一隻超有喜感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妖鳥啊 他的外觀比較偏向紅白色 還有毛的部分呢 則是帶有這個黃色的感覺 那個頭 呃那個那個頭 呃 有點像 啾啾的那個dio有沒有 這個dio 是不是很有趣啊各位 嘿嘿 所以呢這個 毒妖鳥跟水妖鳥比起來啊 我覺得 以攻擊方式來說 其實我覺得 毒妖鳥的攻擊比較偏軟 那這個水妖鳥呢 他攻擊比較偏 有點硬派 而且呢 兇爆的程度 我覺得水妖鳥 可能比毒妖鳥還要來的兇一點點 嘿 畢竟你看在這個影片當中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妖鳥 他的攻擊都偏AOE 而且範圍都非常非常的大 有點像那個震爆隊有沒有 對不對 震爆水槍這樣噴你這樣子 有沒有 而且還會很少 然後畫圈 然後掃蕩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水妖鳥 他的攻擊範圍呢 比起毒妖鳥呢 來說更加的廣泛 而且他的攻擊的角度呢 已經有點接近360度了 到時候跟他在狩獵對戰的時候呢 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目前這樣看下來啊 我覺得 他們在這個 試玩版的這個影片當中啊 任務等級應該 跟我們那時候 玩Icebone的Beta的時候 等級應該都是一樣 是屬於這個 Master Rank的下位任務 他們的裝備 勢必應該都是R9的等級裝備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水妖鳥 攻擊的方面 這個傷害也是不低的 所以呢我在想 到時候在狩獵他的時候 是否需要準備水耐性的裝備 因為呢 到了MR 魔物的攻擊力都會相當的上升 不管是普通攻擊 還是屬性攻擊都是 這個部分呢 真的是讓人會有點 恩 在想有沒有需要準備一套啦 嘿 所以怎麼看呢各位 可以在下方留言好不好 各位我們可以來交流一下 好啦那我們影片大概就先到這啦 對於這個 毒妖鳥的牙種 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以及什麼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呢 一起交流一下 那我目前呢 這以上呢都是我對於這個 水妖鳥他的看法 那這個毒妖鳥 恩 我也在想他到了 這個Must Rank的時候 會不會有新的招 比如說直接毒有沒有 也是水柱這樣直接噴出去 很少這樣有沒有 這樣的話也是蠻香的 那這個水妖鳥給我的感覺就是 比毒妖鳥還要來得兇 而且那個尾巴嗎 痾 我覺得比這個毒妖鳥還要來得更 更有動感的感覺喔 你們看這個補充水的感覺 OMG 好那我們影片大概就先到這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按個讚 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 各位朋友呢 歡迎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你才可以收到我們頻道的 第一個直播 以及影片的更新通知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水妖鳥呢 就是這個PokePoke亞總的聊聊影片呢 就先到這啦 我是沙皮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